李宗老師的清白 至於我的交流狀況 那是我的視力 在這裡不錯的 對 然後針對我 我在回台灣的第一年 其實我就已經 我自己主動 跟球隊 希望球隊可以把我的軟弱 給我檢調 還有警察來配合 因為我對這種事情 本來就是不相比不開 然後在 我家還有我父母家 設計那個去桌地 然後 直到今年 然後我也告知球團 我本身是 願意簽加相關的 那個確決書 但是球團沒有做那種的回應 然後在今年 下半季的比賽 曾經有記者跟我說 我們球團內部呢 有 在傳說 我有打假球 那我當下聽到 我就 立刻去找領隊 說明整件事 然後我 我 希望領隊 還有球隊 去調查整件事情 這樣子 當時就是 呃 我們跟傳說 理隊說 他想跟我談一下 因為我沒有在名單裡面 我才那個時候就跟領隊談 他說 因為高層 就是懷疑我有做不好的事情 然後他必須設法我搶 然後他也講說 我也不適合這個球隊 這球隊也不適合我 嗯 就是 在這種情況下 然後我就說 這一次不續約了 他說 就是 其實 基本上 沒有記憶 一般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 還有 去 親自拜訪 球員工會 然後 球員工會 也回答我了 查證之後 證明 我沒有打假球 嗯 還有 就是 球隊確定 打進 挑戰賽 挑戰賽的時候 然後 原本 教練團是 告訴我說 我有可能要投第二場比賽 這樣子 然後 直到 直到那個 名單送出的當天 然後我才 被通知說 我沒有在名單裡面 然後 不斷的再 去做調整練習 那 因為這樣的方式 離開球場 然後其實 都只會有點不感興 那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再加強我們自己 希望在下一個球隊的話 可以表現更好 把以前的球技前實力找來 這是我唯一能做的 這是我唯一現在能做的 這是我唯一現在能做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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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